PS如何去背,2分钟教会你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HitPod 这些很多朋友来问如何使用Photoshop给照片去背 那么本期影片我会教大家使用Photoshop三种工具 教你去除简单的或者是复杂的照片背景 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也要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就开始吧 首先如果是纯色背景的图片,大家可以使用魔术棒工具 我们复制一层图层,然后在左边找到魔术棒工具 然后点击照片的背景,点击删除 然后再将下面那层图片删除,最后保存就行 可以看到去背抠图成功了,比较简单 方法二如果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背景 没办法用魔术棒,我们可以使用多边形绳套工具 然后用神套工具呢,将人物或者是物体的边缘呢给画出来 然后点击选择反向,就能删除背景 删除以后呢,我们也是将下面的图层给删除就行 方法三呢,我们使用钢笔工具 跟钢材类似,也是将物体边缘给描画出来 最后移除背景就行 大家可能会觉得用Photoshop去除图片呢,比较的复杂 那么大家就可以利用一些能自动识别照片的AI去背工具 像是Kitport最新更新的Photop图片编辑工具 我们只需要讲需要去背的图片呢,导入软体 然后软体就会自动去除背景 将人物或者动物呢,给抠出来 非常的简单 软体下载链接呢,就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需要的话呢,去点击下载就行 最后呢,如果大家觉得影片的你有帮助 也要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拜拜